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王开喜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清廷的预备立宪与政局 我们都知道在1906年的9月1号 清政府颁布了一个上誉 那么这个上誉就讲清政府以后要访刑宪宪政 那么这个上誉颁布之后 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集团 各个阶层当中 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派 抨击清政府的这个立宪呢 是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 那么在野的其他的立宪派 就是在野的立宪派 那么对清政府这个立宪呢 则抱以很大的一种政治热情 那么并为此呢展开了一个请求迅速召开国会的一个请愿运动 明确而具体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政治要求 那么清统治集团 那么在这个君主立宪问题上 他究竟是怎么样认识的 那么在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立宪问题 是不是存在着不同的分歧 如果说有分歧的话 他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清政府这个预备立宪 他的实质是什么 他的作用如何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 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那么下面呢 我想就这个问题啊 做一个我的一个讲解 今天呢 首先讲清廷预备立宪的酝酿与确定 那么第一点 分几个问题讲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题目呢 叫做无奈的抉择 那么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开始侵入到中国来 那么自此以后啊 那么清王朝就面临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怎么样变革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 来适应这种已经发生了变化的 这种国内外形势 怎么样啊 谋求国家的富翔 抵御外务 谋求国家的这种独立 也就是说 清政府从1840年以后啊 就面临着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历史抉择 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啊 虽然清政府搞了很长时间的这种洋务运动 中国的国力也有所增强 那么但是呢 并没有能够使中国从此就走上一个独立富翔的道路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啊 一部分进步的中国人士啊就开始探讨一个问题啊 探讨什么呢 就是探讨中国救国救民的啊 这么一个真理 寻求一条 强兵 欲武的这么一个道路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啊 早期的改良思想家 你比方讲 像王涛 像薛福成 那么这些人呢 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思想 什么思想呢 就是他们认为啊 中国仅仅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 这还不够啊 那么中国呢 还必须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 因为他们当时的话说啊 就是要改行军民共主的这么一种国家体制 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通上下之情 使中国呢 能够走上独立富翔的道路 这是在第二次压迅战争之后 出现了一些早期改良思想家 提倡呢 要进行政治变革 那么1895年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 那么中国呢 面临着一个亡国灭种的这么一种民族危机 可以说这民族危机啊 已经是迫在眉睫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不但像康有为 梁启超 这些违新派人士 大声疾呼 要求呢 秦王朝进行变法违新 他们讲 如果秦王朝不进行变法 那么中国的这个情况 就会非常的危险 因为他们的原话说 是能变则权 不变则亡 权变则强 小变仍亡 就是不但违新派 大声疾呼 要变法图强 那么就是清代的这个光绪皇帝 那么也深深感到问题很严重 那么光绪皇帝也认识到 若不变法图强 设计男资保守 那么也就是说 在1895年 加入中日战争之后 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些进步的人士 包括一些进步的统治阶级 那么就开始尝试啊 对于国家这个政治体制 做一个深层次的变革 就是变革国家的社会体制 那么但是戊戌变法我们都知道 后来呢 由于这个慈禹太后啊 发动了戊戌政变 这样呢 就终止了中国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 这么一个近代化的一个进程 那么这个中国的体制啊 仍然还在维持着啊 这种封建专制制度 那么到了这个1901年 就是义科团运动失败之后 那么清政府呢 又颁布了一个上誉 这个上誉呢 他是讲了这么一个思想 他说呀 中国以前学习西方的一些语言文字 学习西方怎么样造船 怎么样制造机器 怎么样开矿山 他说所学的这些东西呢 只不过是西方的皮毛而已 是皮毛 还不是根本 那么在这个时候 清政府就表示 说以后清政府啊 将参着中西政要 就是要参考西方国家的 他们的一些政治制度 一些规章 一些办法 那么对于中国的朝张国雇 励志民生 学校科举 财政 军政等等 都要进行一些改革 也就是说中国呢 要进行的改革 涉及的面 已经很宽了 不再像洋务运动那样 是吧 是搞一些 现代化的一些工业 发展海军 不仅仅是这样了 它要涉及到 朝张国雇 励志民生 学校科举 军政 财政 那么按照清政府的这个理解 就是清政府这个时候 要学习西方国家 志强志富的一个本源 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清政府所讲的这个本源 只不过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居上宽 临下俭 言必信 行必果 服往胜之遗讯 也就是说什么呢 说清政府这个时候 所谓的学习西方的本源 还没有完全脱离开 中国这种 圣君贤相的 治国道理的 和治国方法的这种影响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清政府 他虽然提出来 要向西方学习 志富的本源 但是仍然无异于 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 进行一个彻底的变革 这是在异合团运动之后 那么中国 是吧 最初呢 是失败给西方的列强 像英国呀 法国啊 美国 那么1895年 那么中国呢 又再次失败给了 东方的一个国家 日本 那么这一系列的 严重的是一个事实 就迫使中国人 再考虑一个问题 考虑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国 为什么几十年 积贫积弱 总是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 那么他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原因是什么 除了这些 传泄方面 中国方面的落后之外 还有没有 其他深层次的原因 也就是说 开始思考 从国家政治体制方面 来思考中国失败的原因 那么在1901年夏天 清政府的驻日公使 叫做李胜夺 那么李胜夺呢 就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国家逐渐的 这种强盛起来 这么一种事实 那么李胜夺呢 就明确的要求清政府 要禁建日本之薄星 原成俄国之扰乱 毅然决然 首先颁布立宪之意 明定国事 那么李胜夺讲这段话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讲 那么清政府 要借鉴 日本国家 强盛起来的这种 正面的这种经验 那么同时呢 要借鉴于 吸取 俄国没有进行政治改革 而产生革命 这么一种反面的教训 用他的话说 就是禁建 日本之薄星 原成俄国之扰乱 又提出来 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 方面的改革 那么他就要求清政府 命令中国驻外的公使 是吧 参考西方国家的 这个宪法条文 结诸国之精华 就是吸取各国家的 这个宪法的精华 好的部分 结诸国之精华 提中国之情形 参照中国的这个国情 参着变通 会同商尼 勒为定章 就是中国要参考 西方的这个宪法条文 中国也要制定宪法 然后呢 停止施行 那么1901年 李胜夺提出来 要制定宪法这种主张 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 清政府的官员 作为清政府的官员 最早发出的 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 这么一种呼声 作为清政府的政府官员 李胜夺可以说 在1901年夏天 是最早的提出来 要进行政治体制方面改革的 这么一个官员 那么1902年的8月 有一个御史叫做赵炳林 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防乱论 防乱论 那么赵炳林把这个防乱论 就进程给了光绪皇帝 送给光绪皇帝 那么赵炳林在这个防乱论当中 他就讲 说预故国本必达下情 预达下情必行宪法 也是提出来在中国要制定宪法 那么赵炳林 他就分析了西方国家的 不同的这种形式的这种宪法 他说西方国家 有一种叫做君主宪法 还有一种叫做民主宪法 第三种叫做联邦宪法 那么他对于这个三种宪法 做了一个分析之后 他认为民主宪法和联邦宪法 都不适合于中国 因此中国不能够学习这两种宪法 他说呢 唯君主宪法 唯有这个君主宪法 其君值一切主权 其民有一切功利 参酌行之 有利无害 什么意思 他就说 只有实行君主立宪 就是君主宪法 只有这个君主立宪 他对中国才好 才有用处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君主宪法 其君只有一切主权 这个君主 还有他的这种权力 君主权力没有受到损害 其民有一切功利 这个一般老百姓 是有他的这种公民的权利的 他认为 这个实行这种宪法 就是君主立宪 对于中国来讲是有利无害 那么因此赵炳林也就呼吁清政府 命令中国驻各国的公使 要翻译各个君主国 君主立宪国家的这种宪法 就是哪些国家实行君主立宪 翻译他们的宪法 然后呢 来制定一个保护限制制公约 保护限制制公约 所谓保护限制制公约 实际上就是如何保护公民的权利 怎么样对于官员或者政府的权利进行限制 也是讲的那是一个宪法问题 那么几乎以此前后 那么还有一些人 你比如讲 这个驻法公使孙宝奇的弟弟孙宝轩 写了一个立宪论 改立宪论 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改立宪论 那么清政府的办理商约大臣叫做盛宣怀 也写了一本一个文章 叫做请益政治书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梁广总督陶末 那么也向清政府上奏折 提出来呢 要请立意愿 以除拥毙 那么也就是说 在二十世纪初 就是义和尚运动失败之后 二十世纪初 在清政府内部 已经有很多官员 开始提倡 中国要实行立宪法 要改行君主立宪 就是在二十世纪初 清政府内部一些官员 已经提出了这种要求 那么但是 中国的情况 恰恰像有些文章所讲的那样 有的文章讲 说中国是 其唯物也大 则感动必持 一齐建国野谷 则守旧必读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中国这个国家 是吧 是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历史悠久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中国呢 这种负担 就是这种传统的这种 包袱的这种负担就很重 很难进行这个变革 或者说用我们现在话讲 国家小 历史不太悠久 就是像船小好掉头 是吧 中国历史悠久 国家又很大 就很难马上进行这个改革 那么也就是说 是吧 积淀甚深的这种传统文化 狭隘的这个地主阶级的这种本质 那么都是中国进步的这么一个沉重的负担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反作用力 那么当时中国的这些封建统治阶级 还没有能够超越洋务运动 它的思想束缚 所谓洋务运动思想束缚 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中学为体 系学为用 那么也是说 在这个时候 清政府内部的很多官员 他们对于问题的认识的一个着眼点 或者他的这种兴奋中心 还是在搞洋务运动 因此在二十世纪初 一部分清政府的官员提出来的 这种政治改革的主张 没有能够引起清政府最高统治阶层的这种重视 那么这是在二十世纪初 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些情况 那么但是我们如果看一看 整个世界历史 我们就可以发现 立宪政体取代 这种专制政体 它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规律 任何个人都不能够改变这种趋势 那么在这个二十世纪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中国国内外的形势发展太快了 那么这种形势就决定了清政府 不可能再进行一次 长达三十多年的新的洋务运动 那么也就是说 国内外形势已经发展到了 清朝统治阶级必须要考虑 改型君主立宪政体的这种必要性和可行性 否则的话就不能够适应 这个国内外发展的这种形势 那么一九零四年前后 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之下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断的进行 反对新政府的这种反新的革命的这种实践 和进行这种宣传 要求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 那么在野的立宪派 那么开始成立立宪团体 那么发起了一个政治运动 要求清政府尽快实行立宪 以便来强国抵御外务 就是这个时候 清政府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 和在野立宪派的这种双重的冲击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么清政府他搞的那个更新新政 就是01年之后搞的新政 那么我们发现了他也有很多弊端 也不能够适应这个国内外形势的这种发展变化 那么特别是到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事情 引起了中国各个阶层人们的一种高度重视 什么事情呢 敌人们的一种高度重视 帮助就像来厮正简直到